4月14号在中国大陆之外 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突破了190万人 而死亡数超过了12万人 其中在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 确诊数都分别超过了17万到12万人不等 而对照台湾目前只有累计395人确诊 疫情全球相当严峻 请看我们今天的全球疫情的综合报道 周二美国的中共病毒确诊人数突破了60万 截至当天下午4点新增22,047个确诊病例 和2031个死亡病例 总体疫情继续趋于缓和 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住院总人数已开始出现下降 在欧洲、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 疫情持续好转 感染及死亡人数继续明显下降 但英国与法国的情势仍相对紧张 截至4月15日 英国已有超过30万人接受了病毒检测 其中94,845人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在接受住院治疗的患者中 已有1万2,129人死亡 周二 法国死于中共病毒的人数突破了1.5万人 当天的新增确诊人数出现反弹 达到6,524人 尽管新增病例反弹 但中症病人数量已连续6天下降 表明法国的封闭措施已发挥作用 印度周二新增1034个确诊病例 和35个死亡病例 截至周三 全国的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1555例 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将以牺牲经济来挽救生命 全国封锁禁令延长至5月3日 消息一出 孟买就发生了失业民工的大规模抗疫 很多贫困的印度人将因为中共病毒 而失去生活来源 新唐记者 乔安综合报导 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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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ач